来关注水灾灾情 国内五个州属爆发大水灾 当中以柔佛的灾情最为严重 灾民人数突破三万大关 虽然政府不考虑颁布水灾紧急状态 不过也紧急拨款五千万令吉为柔佛赠灾 各个部长也会陆续前往灾区视察 全力配合救灾 安华表明将尽快视察洪水灾区 另一边乡通讯及数码部长法米则表明 政府目前不打算在柔佛颁布紧急状态 而是专注于援助灾民 包括救出受困的人还有建造贝利桥 首相也已经指示内阁成员 前往灾区各司其职 法米透露目前已经有九十座电信塔损毁 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会尽快修复